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样 清洗 或者清理这个 风扇 这个是风扇的尾端 好 所以之前我已经清理过了 那么 它的盖子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之前是这样子 OK 风扇呢 除了前面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清理后面的 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这里有会有很多黑层 那么 有些人他是用布 来骂 干布 不要用湿的布 因为它也会有电 在这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叉头 先取出来 以免 会出电的还是什么 那么过后呢 我们才来清洗一下 有些人是用 那个 启风扇 然后后面的那个尾端呢 拿一个塑胶的东西 然后 把那些黑层吸出来 我呢 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 只是用干的布 然后这样子清一下 然后麻一下 就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把这些东西装回去啦 就这样子 你就照着那个 那个 这个有一个螺丝 就这样子 装进去 好 好 把这个 这个方式 插进去 现在呢我就要试试看到底这风扇行不行的它 插头 最重要 所有的东西都要 麻干净了 不要有 有 水在里面 要不然它会 会出电 这个是冬山的这个盖子 我们就跟着那个 它的形状就放进去 然后 盖 锁紧它 锁紧它 然后再加上这个风扇 这个袋子 看看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通常如果你洗干净的话应该是不会的 然后 这个 风扇的尾端呢 如果你 很少用的话可能大概一年 一年或者两年一次 一次清理就好了 因为它的回程 不是很多 如果说你长期的在 很多回程的地方呢 可能你就大概半年或者一年 就要清理一次 这样清理的话呢 就能够隐藏你的风扇的说明了 大概 可以用很久 最重要的东西有一个东西都要锁紧 然后 避免 松 它的 它的螺丝跑出来啊 不然它会 很危险 那么 这个是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就把这个盖子 关上去 再试试看 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已经完成了 那么今天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 喜欢这 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然后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看看 amento 啊 謝謝